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紫辰 我现在带你学校呢 不着急 不着急 你先忙你的 那个 我在你们学校开杯厅 行行行 好好 不着急啊 好嘞 好嘞 拜拜 先生 你需要点一些什么吗 我等人 好的 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我先买个东西送给我朋友 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儿 都喜欢什么样子 您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发卡 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 这款上面有纺钻 亮晶晶的 女孩子都很喜欢的 那行 麻烦你帮我包起来 好 你这边请 需要给您个包装盒吗 麻烦帮我包一下吧 好 好 桑莎 好 这个送给紫辰郑娥氏 你好 帮我把这个也包起来吧 好 那个 这个麻烦包得好看一点 行 好 别想看 好 好 好 我来 好 您好 您好 是棱子晨同学吗 对 我是 刚刚有个李先生 让我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你 还有这个 谢谢 好 学校那边突然有点事 我就先回去了 上回你说 你想吃你爸爸炒的几样菜 我给你带来了 你的气管不再好 我熬了胖大海在保温瓶里面 你的学校课业重 下回想吃什么 你跟我说一声 我再顺路替你拿过来 你不会再加啦 你不不想你 你不想吃掉 她来来来吧 你看我可以吗 你不想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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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说过去的很久 不听不看不知究竟说些什么 你看左手边马路旁开的花 那是蒲公英对夏天说的话 忽然间叮咚叮咚大雨下 淋湿了天之少年的法 走在冰冷马路下 喂 喂 阿广 我说你怎么不都懂我呀 你到老远跑了 我又没请你喝杯咖啡 那什么 我今天刚刚好有点事 等我忙完了 我到时候请你啊 好 没事没事 拜拜 拜拜 天生黎明大雨下 凌乱了 害怕雨水的风 走在冰冷马路下 蒲公英的花 拆下一朵 站在三下 我听见声中花 在对我叫她一句都叫没名字的花 收起了雨伞 奔向那些花 子风师兄 你这是干吗呢 来来来 我来 服务大家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嘛 不不不 昨天那场考评真的是我侥幸赢的 这些小事还是让我来吧 不用真不用 干什么 干什么 还有没有规矩了 贤智 你怎么让笼子风师兄干这些杂活 给那两十圈 快去 等 等我等等 这是我想扫的 跟没关系 笼子风 这就是基建队的规矩 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 如果不想一直在二军店底 就赶紧刻苦训练升上一军 对吧 这样才能激励运动员 就是 就是 你看看你 还不是因为训练偷懒又贪吃 才让风哥超了车 还处这干吗呀 跑车去啊 快去 大舅子 还没来得及 恭喜你呢 终于升上一军了 你这升迁速度啊 可真是史上之罪啊 你练一个月啊 顶别人练三年的功能 哪儿啊 我现在总算相信啊 你有能力打应倒是好 而且啊 就连祖师爷都对你青睐于家 我可听说 祖师爷对运动员的要求非常严格 你能被他看着 说明你有超人的潜力啊 怪不得 就连无双师姐都这么喜欢你啊 又是给你搞特训 就是盛装 陪你去看格斗赛 我记得 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没有完成 既然你已经升上一军了 是时候结束的 你是想考验我的实力 还是想公报私仇啊 没有跟我匹敌的实力 就别怪我公报私仇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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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九 八 七 你干吗呀 怕这么虚然虚虚的 刚刚 刚刚是说在群里面说 尔虎和冷子风一言不合 就打起来了 他们说 他们说要继续之前 那场没比完的战斗 快 快走 快走 冷子风不懂事 你也跟着他一起胡闹是吗 哪里胡闹 基建厂商的恩怨 就该在基建厂商解决 现在 大家都觉得子风赢我是分分钟的事 我只是想证明我们之间十五年的差距 不会这么轻易就可以跨越 你到底在吼什么气啊 你不是最冷静最理智的吗 为什么面对冷子风的问题就这么容易失去控制 只要是跟你有关系的事 我绝对不会冷静下来 你第一次答应他穿裙子的赌约 我可以当作是意外 但是你第二次答应他 让他骑摩托车载你去看格斗赛 我不是那么傻 你的心动摇了 所以才找我提出第二次挑战 是又怎样 如果你不能守住自己的心 那子风就是我的敌人 我会用尽全力打败的 对了 我倒是有一点想感谢他 跟我必不见面好几天 为了他 你总算是跟我说话了 你就非要跟老豪比赛吗 当然 你打得硬二豪吗 反正不是输就是赢呗 机力五开 五什么开啊 你这完全是九一开 九死一生你知道吗 谁比谁知道啊 说不定要受伤的是他啊 我告诉你啊 毫无悬念 受伤能肯定是你 所以说 你这是在担心我了 当然不是啊 我 我只是告诉你 你这次肯定赢不了二号的 是啊 这就是一场超人和拳击手的对决 你喜欢的是超人 而我呢 只是一个拳击手 我不能阻止你喜欢上超人 所以 我只能把他当作我的目标 努力成为你喜欢的样子 替我加油吧 雨虹 全世界都是超人的粉丝 而你只要站在我这里 我就不会输 来吧 洪远哥 我会让你知道 你永远都赢不了我的 好 双方式见 好 双方式见 好 双方式见 我会让你消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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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嘛 阿豪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怎么样 我看一下 赶紧去医院吧 拍个片子看一下 不用不用 没事 继续 你是要去医院 还是我告诉校长 你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身体才是资本 我正好开了车来的 我现在就去开车 麻烦你帮我去问一下 还要等多久啊 请稍等一下 麻烦就好了 这都几点了 麻烦就好了 这医生是睡着了吗 我再去问问 不用了 状况比我严重的人还有很多呢 不行 现在就得催 护士小姐 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就看着旁边的人 三三四四来来往往 就一直轮不到我们 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啊 请稍后我们立刻为你安排医师会诊好吗 稍后稍后 我已经等了多久你知道吗 你知道现在让等的是谁吗 他是全国最好的机械运动员啊 现在急诊病人比较多了 你再稍微等一下可以吗 我跟你说 我不是催你 我只是提醒你 你想想 如果因为你们延时耽误的话 他都手受了什么损伤 这损失的是国家的一个金牌 你是耽误起这个责任的呀 你就帮我找个医生 然后拍个片确认一下 不会耽误太多时间的 行行行 我现在马上为你打电话好吗 好好好 骨科那个最好的英华医生好吗 行 好的 好的 谢谢 喂 大牛 大牛 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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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你说呀 今天早上 拳王猛虎 突然找上门来了 就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 也配跟猛虎打 闪地 你再不出来 就替这些人收尸 雷婷 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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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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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虎在哪儿 你别问了 猛虎他也凶残 没有人性 不能跟他硬碰硬 我跟他硬碰硬怎么了 他把我兄弟打成这样 你跟我说这个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是拳馆的负责人 应该由我负责 我 你的伤要休养两个星期 虽然没有伤到骨头 但医生说要好好休养 不能有激烈运动 对不起 这次友谊赛 我没办法参加了 一会儿冷子风 一会儿又是你 你们俩都没把我的叮咛 放在心上 对不起啊 叔叔 过两天 过两天 过两天就友谊赛了 你告诉我 谁对付少康 虽然是友谊赛 但我们绝对不能输 如果输的话 冷子风就必须转到 傲胜学院了 这次的比赛很重要 所以我想建议一个 最适合的人选 你就来了吗 你看你啊 你基本功就不扎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注意了 我来宣布一下规则 这次和傲胜的有一赛 是个人赛制 每队派出三名选手 三局两胜 我告诉你们 这是在试运赛之前 唯一一次和傲胜的对决 所以你们都给我 好好地去观摩学习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邓二豪受伤了 不能参加比赛 所以由南明 石硕 还有冷子风参加比赛 他 我 对 你的对手是邵康 邵康 教练 您这样安排我很不服劲 就算耳豪不能出战 那也应该由 队内排名第二的我 去迎战邵康 或者换我上场 冷子风虽然升了一军 但只是一军的调车尾而已 这是校长的决定 不然你们找校长 好 送到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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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没有人相信他会赢过我的 没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不出来啊 他居然是心机这么重的人啊 对啊 你说 你们别这样说 冷子风 他不是这样的 这可说不定啊 人心难测 那时候苗教练都已经喊停了 二豪都已经停手了 冷子风的劲 还有二豪的手上打 这不是故意的 怎样才是故意的 对啊 对啊 就是就是 这下输定了 本以为有了邓耳豪 我们就再也不用看奥胜学院的脸色了 天志 你怎么看啊 我也不知道咱们赵校长是怎么想的 那是用什么战术啊 那就 田地赛马里的 叫什么来着 下等马对上等马 对 是吧 不懂 石硕 南明 一会儿吃饭去吧 好 跟你说话呢 去不去吃饭 那个 我还不饿 把上次比赛了 我想再回去练会 等等 我也练 走 四川 你真愿意看到你哥四面楚歌的样子 我告诉你 我这儿剑特别多 要自吻非常方便 哎呦 可是我真的没空 我这个星期有好几个专题要交呢 哎呦 我教授来了 我就不跟你说了 我先挂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 哎呦 你还叹气呢 嗯 哎 该当气的人是我好了 我心里的玻璃渣子 扫都扫不干净 哎 要不是走投无路 我也不愿意找紫辰啊 哎 怎么着 跟配件罪的密夜期过了 长得帅招人嫉妒呗 现在他们都在谣传 我为了争取比赛的机会 故意打商务员哥 你还真能挑事啊 哎 不过他们这么想 我觉得也不意外 你想啊 奥胜跟咱们本来就是冤家 你在开赛前 把主将给打商了 我俩是兄弟 要不然 我也觉得你是我弟 不是 你说我最近身上 怎么总是遇到一些破事啊 这六月都要下雪了 那个 不过啊 危机就是转机 这次是你站稳脚跟的好时候 我告诉你 你只要 把邵康给打败了 就算你在一军垫底 他们也不敢再轻视你 邵康 谁啊 这名字好好说啊 就是咱们上次去打比赛的 那个第二名啊 哦 是他呀 他那第二名 挺厉害啊 我告诉你啊 这次校长能让你去 就是看好你 你一定得赢 听见没有 邵康 准备好当务 准备好 准备好等着 怎么了 不知道哪个家伙在想我 我这么受欢迎啊 也是苦恼 我看你是感冒了吧 弟弟我放劝你一句 赶紧回去休息啊 你才感冒啊 行了 我明天早上啊 还要去医院看一下雷霆 他现在还没醒啊 好 一起 阿康 不好了 震女学 把那有意赛的对战表 发过来了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老狗变不出新把戒 他们那边啊 也就是邓耳豪 难明 谁说能打 不不不 这一次啊 他们没有派邓耳豪上场 他们派那个冷子风跟你打 冷子风 对 是那个打赢邓耳豪的冷子风吗 对啊 就他 镇与学院这次 是要放弃比赛吗 我听说 冷子风只是二军垫底啊 不行 我们得去抗议一下 叫他们换人 不 不要换人 你们想一想啊 如果我打赢了冷子风 那不就代表我比邓耳豪还厉害 这是天赐两机啊 那到时候邓耳豪就是我的 手下败奖的 手下败奖 走 走 他来 把我们接来干嘛 闪电怎么没来啊 我正式通知你 就不想要来 那边 我担心 这个人 看来 我担心 都不想要来 我担心 是 这一道行 我担心 我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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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一虎 干嘛去 七在这儿收拾完了 我回宿舍啊 我回宿舍啊 行 那什么 过两天咱们和奥胜学院的友谊菜 知道吧 嗯 刚才我去训练馆看了一下 地面太早了 地面太早了 你啊 赶紧上去收拾收拾 啊 我 不然呢 我帮你收拾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啊 那个 基建馆 是咱们正宇学院的门面 一定要认真 一定要认真 我走了啊 拜拜 好好好 嗯 嗯 我给你不来 嗯 嗯 啊 啊 哈哈 啊 啊 嗯 嗯 啊 啊 啊 我 出那么多汗 辛苦了 先休息一下吧 可是 这件事不能喝饮料啊 规矩是可以偶尔打破的 你不是喜欢喝这个吗 喝吧 喝慢一点 怎么跟小时候一样 每次喝饮料都这么着急 什么时候 我可以不当你的妹妹 虽然我也很想要个哥哥 可是我不想当你的妹妹 我想你喜欢我 就像喜欢我姐那样 你记不记得我问过你 你希望我留下来吗 我想要的结果 就是我们在一起 这 是子风清完了人心吧 才给你留下来的勇气 不是吗 比起我 她对你付出的更多 即使我不喜欢她 但她对你的心意 我都看在眼里了 你这私人教练呢 对我禁止建筑的 我这个当保镖的 当然也不能戴买你 对不对 别别别 上来吧 小心 他 但是 郎子风他总爱跟我开玩笑 我根本就分不清楚 他到底是在逗我 还是在跟我 说真的 他分不清楚 你也分不清楚吗 我 面对他 你从来都没有心跳加缩的感觉吗 如果还觉得困惑 我可以帮你确认一下你的心意 我可以帮你确认一下你的心意 但只有一次 但只有一次 这是你期待的吻吗 这是你期待的吻吗 我说我不来 你非让我来 我又不会激进 你把我叫来干嘛呢 搞 别碰我 别碰我 你怎么办 那一刻 我的脑子都要爆炸了 我忘了呼吸 握了手该怎么摆 什么时候要闭眼 十年来 在脑海里彩排了无数次的画面 到了正式上场 只剩下一片空白 我只记得耳豪的呼吸里 充满了甜甜的香味 再见了 我的初恋 那一刻 我明白了我的心意 我应该好像打扰到别人了吧 自己惹的麻烦自己收拾 你现在的心情 我完全能够理解 当时紫辰和魏明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心情和你一样难受 欢迎加入失恋同盟 你躲个屁啊 你看到我妹跟她的朋友干嘛吗 我可是眼睁睁活生生地看到了 犯案现场 犯案现场个屁啊 搞得好像赵一红是你老婆似的 你知道吗 爱情 爱情莫非定律 爱情莫非定律 这个人 是赵一红 可赵一红喜欢的人 是邓二豪 邓二豪喜欢的人是白无双 这四个人永远永远不可能走在一起 我学习不好 像莫非定律这种东西 解不开也不会解 可是在这四个人中 有一个人可以解决你们的办法 谁啊 白无双 白无双是这里面的唯一一个货迹 冷子风和白无双在一起的话 那么赵一红和邓二豪就可以顺理成张贼官 你们四个人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多完美 是不是 干吗呀 干吗呀 除非白无双还委屈你啊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告诉你啊 热恋是治疗失恋最好的良药 药方我现在就开给你了 要不要 自己看吧 喂 三叔 怎么了 什么 我 我爸住院了 我 好好好 好 我等会儿就赶过去 我怎么才做了坏事就被冷子风给发现了 我要怎么跟他解释才好呢 要不我给他做个爱心便当 然后把道歉纸条塞在里面 圣诞打算怎么过呀 还能怎么过呀 我听教练说 今年圣诞节就要开始集训了 不要啊 不过呢 其实能和尔豪师兄一起过圣诞节 想想也是蛮不错的呀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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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豪可是无双的人 好吗 咱们呀 就不要说旺了 那冷子风呢 其实本来对这个二斤垫底的家伙 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不过呢 他最近的战绩确实挺让人眼前一亮的 冷子风 他倒是一个后起的黑马 但是整天和赵一鸿混在一起啊 估计也是一盘死骑了 但是我总觉得 双双和冷子风之间 好像也有什么 上次我看见 上次我看见他精心打扮 和冷子风两个人单独出去 这不像他平时会做的事啊 等等等等 那你这么一提醒 他脸好像的确有点什么呀 不过 我们无双 他从来不会主动的 只能跳一红剩下的 你都不知道 无双有多么疼一红 每次二豪师兄的眼睛看着他 你知道吗 都要喷出火来了 咱们无双呢 一潭死水 波澜不起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嗯 就是因为无双知道 一红留在基建队 就是为了耳豪 所以呢 据他于千里之外喽 你说是不是啊 嗯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心疼双双了 本来每天一军的训练 就已经够累的了 他每天还要去为了 那个一红特训 一红喜欢的 他又不能喜欢 谁让人家是校长的女儿呢 寄人篱下的悲哀啊 哎呀 行了 行了 赶紧搬东西吧 真的太重了 你赶紧 慢一点 累坏了吧 我今天把南鸣大骂了一顿 居然让你一个人收拾基建管 快给我看看你的手 你说你傻不傻呀 哎 别想啦 摔点水果 我帮你切个橙子 姐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老实回答我 你喜欢郎子枫吗